中央社记者范正祥,陈俊华台北一日变台大校长林选争议,代表民主进步党参选新北市长的 前行政院常苏珍昌今天表示,这段期间以来的这些事,对台大都是伤害,希望能够尽快落幕 台湾大学校长林选委员会1月5日选出台大教授管中敏为新校长,原预定2月上任,却遭致一单任企业独立董事,论文案 附中国大陆活动等争议,教育部4月27日正式已有经济法律上重大利益为必得是法一律为由,活回临选结果 台大法律系毕业的苏珍昌下午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,很希望台大这个争议是 见能够尽快落幕,我很希望台大会更好,这是我的母校,衷心的期盼 1070501